31岁的黄爱军原本应该和丈夫及孩子过着平淡的生活 不过4年前因为他患上免疫系统疾病晚发性联合免疫缺陷 导致他的生活作息大受影响 不仅频频出入医院 如今更因为病况悬殊 导致他只能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接受治疗 之前他有去过几家医院 包括宋爱波罗医院 马大医院 HMC 还有三位 那么那边的医生都告诉他 这个病这些医院都无法医治了 所以在没有办法之下 他才去新加坡医治的 不过在新加坡接受治疗 医疗费用可是比我国来得昂贵许多 他的丈夫单凭经营轮胎生意的微薄收入 根本无法支付这昂贵的费用 他在新加坡医治的时候 他的老公倾家荡产 把所有的钱都已经给了医院 但是他现在还签医院一个280千 之前签的 他们无法再给这笔钱了 由于黄爱君无法像常人一样吸收营养 他的体重更暴跌至29公斤 今天身体虚弱的他在脸书直播上更是鲜少发言 如今他还需要28万新币 也就是大约70万马币的医疗费 维持生命 有意帮助他的观众可将善款 汇入荧幕上的户头 协助他渡过难关 NTP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 杨林宇宾